在開始之前,請追蹤我們的頻道吧! 取出適量的紅豆泥 這個紅豆泥是我之前做的 如果你想知道怎樣做 可以鍵入上面和下面的連結 或者你可以去日資的超級市場買一些現成的紅豆泥 加入蜜芽糖或者砂糖 糖的作用只不過是增加它的甜度 所以你可以根據自己喜歡的甜度而自行調配 因為我本身的紅豆泥是比較稠 所以現在要加水來稀釋 這個就是我剛剛煮的 加了糖之後,它就會變得較為亮 你會看到有些流動性 冷卻後,它的流動性就會減少 而這個就是我所需要的稠度 如果你們想知道質地合不合 最好就讓它涼起來 做得日式銅鑼燒,當然需要日本的材料 我們今次就會用到味淋 你都可以選擇不下 不過味道就會差一點 今天的甜品真的很簡單 不需要焗爐,不需要任何技巧 下一個入門的甜品 首先將麵粉和泡打粉混在一起 過篩備用 雞蛋打法 記得要是濕溫蛋 千萬不要在冰箱拿出來就用了 加入少量的轉化糖 轉化糖的目的 是令蛋糕更加濕潤和軟熟的 再加入糖箱 攪拌均勻 否則你一開打蛋器 它就會飛出來 用高速將蛋黃打發 然後轉中速 大的氣泡開始消息的時候 就要再轉慢速 直到所有氣泡變為小氣泡為止 而且要做到絲帶狀的效果 即是在上面畫個八字會停留一至兩秒 倒入之前混好的麵粉 混合 然後將魚客水狀的物體攪拌 混合 混合 你看到流動性都很大 然後休息一個小時 開小火 加少它的油 這個是錯誤的示範 如果油過多 鍋的熱度不均勻 你的叮噹包就會有一塊塊 滑 所以我們一定要將多餘的油份 抹走 然後下漿 下漿 要拉高下 利用地心吸力的原理 它就會自然造成一個圓形 這兩個的叮噹包 是讓你測試的爐溫 你看到越來越多氣泡浮面 就可以反轉 反轉的時候 記得要慢慢慢慢 將膠粿插入底部 它中間會微微的拱起 反轉之後大概等一至兩分鐘 底部變成金黃色就可以了 放入一隻碟上面 記得上面要蓋上濕的毛巾 或者另一個碗 你看到下面有一點點的水蒸氣 令到熱氣可以回流回包裏面 這樣包才會軟熟的 塗上適量的紅豆餡 塗上蛋糕的中間 再拿另一塊包蓋住 壓緊四邊 這樣它就完成了 今天來到這裏了 詳細的食譜我們會放到Facebook那裏 有興趣的大家可以去看看 請Like我們的Facebook和Youtube 以便獲得更多的資訊 好了